了… 笑死 张南模范俱伤夜刷碟 迈叉濮 汪小飞带张苠颖 直播完再骂大S 很舒服的 各站各的窝 哦 这么的笑 咱把小飞骂张南兰姐 叫迈直播趁热度趁出了 最高点 你说卖床店就算了 床店上还满崩范 那个歌 歌 哎 不止如此 最有格局的蓝姐 近期还创造了新招数 你以为你 靠你这 假装那儿 比划比划 蓝姐也会 就挣你钱了 你靠谁啊 靠我不能管饭 不要瞎掰好吗 做一句软饭 又一句软饭 小编是真的疑问 到底乌里欧巴 哪点看起来 不会挣钱了 不仅如此 咱们广大的中国同胞们 还把聚聚业刷上热搜 试试这热搜项目 原来是想跟上蓝姐说的话题 人家早联系上了 早给戴上绿帽子了 什么婚后的联系的 你信吗 但不好意思 欧巴说了 这是假新闻 图不仅好好的在IG上 欧巴也顺便交代了当时的行程 瞬间让这期乌龙话题 画下句点 你他妈哪讲错的 你道歉 你疯了吗你 你八十度上的 怂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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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 现在在通话了 我说 仔细看这被网巢拦解猪队友的直播中 那该不会是张颖颖吧 然后无理小飞 二十五日下午则在微博take 大家都不知道是谁的小汪 并发文说 收到台湾法院裁定 需缴付担保金 一百六十二万五千元港币 才能停止大S申请的 强制执行程序 最后还转发这篇文骂大S 你跟我签了这个补充协议 让我给钱 不让我回我买的松油路那个家 我当时还习惯呢 原来你们2018年就搞在一起了 对此汪小飞在台湾的律师 回应中天娱乐时景低调表示 目前正准备开庭 不方便回应此事 顺带一提 曾被小飞泡BB的小S 跟老公徐亚军 与二十四日还甜蜜帮二女儿 莉莉庆生呢 我一直就把我当病猫 老太婆 老太婆 怎么样 我就会在说你 死老太婆 如果你这么宝贝你的儿子 干嘛不买一条狗链 把他摔在家里不就得了 老太婆 老太婆 老太婆